民众印象还很深刻 今年4月底到5月中 好是多卖场三种综合煤 冷冻蓝煤 接连减出A肝病毒 影响约4.2万会员 当时造成人心惶惶 民众排队退货 但毒莓果吃下肚了 受害者仅得到退货退钱 看在肖基会眼里 十分不负责任 最起码会有三个损失 他可以依法请求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不良的企业 就要付肖爸爸51条的 惩罚性的赔偿金 肖基会批三大缺失 包括3月美国就爆出 A肝莓果产品 台湾好是多没有预防性下架 在台设置14处据点 因设置检测机制 业者并没有自主的食安管理 补偿部分退一赔一 为针对非财产的损害 拿出赔偿 是不负责任的慰问措施 肖基会将协助受害者 打团体诉讼 目前主张健康全辅慰金 每位2万元 以及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为消费者争取合理权益 我们觉得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我们认为是不周或不足的 消费者这边还是能够踊跃地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肖基会全台消保官统计已接到 超过200件的消费者申诉 团体诉讼即日起受理 一直到8月20日 受害民众只要提供个人资料 和购买证据 不需要额外付提高相关费用 对此好事多不予评论及回应 不管最后判决金额是多少 品牌形象已经大大受影响 这周天姐杨宗燕台北报道